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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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打不開啊 打快快 80歲的老阿嬤當時全身赤裸來不及逃生 消防隊員一聽到屋子裡還有人衝進火場把老阿嬤抬出來 老阿嬤的家人在附近串門子 知道自己家裡失火拔腿就往家裡衝 裡面都沒有人了啦 都出來阿嬤救出來了 阿嬤是怎樣行動不方便喔 送去醫院的 婆婆還是媽媽 媽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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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身體不舒服 她不舒服 no不方便 她在媽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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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媽 救出來了 救出來了 36度的高溫讓火事又凶又猛 消防車家族水壓還是無法鋪支火事 那幫部隊長也是院校場軍隊長 怕她住鐵務 床班修這樣 她明顯成這樣 擔心是自己疏忽 让火苗引发火灾 负责整修屋顶的工人急得大哭 好在火势半个小时之内就被扑灭 至于真正起火的原因 消防局还在调查当中 东台新闻陈敬业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